记者沈佩聊台北报道,针对桃园大捷运公司上半年盈余已有2亿多元,桃园市长郑文灿并在今天预告,桃捷今年目标是全线降价,幅度绝对超过10元。 外界关注台北捷运公司是否跟进降价,北捷金表示,台北捷运连年盈余绩效良好,并自2002年起推出悠有卡巴哲促销至今,若要调整票价,需经票价审议委员会审定,营运机场捷运的桃园大众捷运公司上半年已有2亿多元盈余,桃园市议会无党团结联盟。 今天在市议会市长施政报告时争取再降价,桃园市长郑文灿预告,目标今年全线降价,幅度绝对超过10元。 盈余超过21年的台北捷运,连年盈余绩效良好,2016年盈余高达12.6亿元创新高。 对于桃杰的表现,北捷金表示,北捷每年都有盈余,在票价部分,为鼓励民众多搭成病的使用电子票证,自2002年起推出悠有卡巴哲促销至今,若要调整票价,需经票价审议委员会审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